剪辑的建筑设计以灰色外墙为主视觉 在重点空间以橘色呈现 沉稳中又带点活泼的氛围 是新北市刚落成的社会住宅 出自于陈章安建筑师带领的团队之手 期望提供不同于以往社会住宅 带给人品质不佳 外观单调沉闷的感受 我们是利用一个合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把它做成双L型的这个配置 那中间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共用的中庭 那同时呢用空桥来去连接两洞 除了连接各洞之间的联系以外 我们也希望可以塑造一些 让这些住户有一些共同的生活 休息的角落 大胆的设计 细心的空间规划 这样中西设计概念的融合 是陈建筑师结合在台湾和美国求学时的感悟 同时经历了台湾的教育跟美国国外的教育 我也发现台湾的教育偏重于空间的架构跟整体感 但是美国的教育呢 它特别注重一些材质 细部还有一些创意的思考 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就变成我整个建筑教育过程里面 奠定我未来设计的一个基础 以团队合作之设计规划为核心 提供全面性建筑与室内的设计 注重建筑的品质及施工的效率 并以严谨的职人精神完成 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专业服务的品质 无论是从基本设计 一直到西部设计的施工途 都是由事务所单独来做完成 我们不会用外包的方式来处理 在过程中我们也非常强调 整合跟协调 我们跟各个的协力顾问之间 都会有非常密切的一个配合 我们希望同仁都能够跟随着专案 能够持续地成长 和非采用所谓生产线分工的模式 我们希望内部的团队 都是以teamwork的方式 来做沟通跟协调 在建筑空间规划设计上 重视建筑物与人及环境间的互动 规划多处公共空间 让民众有交流互动的场域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专注在公共空间这个部分 那因为公共空间是跟人互动最密切的 包含了就是说空间的品质 流动感 还有这个开放性等等 第二个呢就是以现代美学的实践 我们希望能够用当代的元素 当代的语绘 当代的材料 去实践这个设计的作品 那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现在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节能永续 把自然环境里面的空气 阳光水 甚至能源的节约这些东西都放进来 此外多次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 公共工程精子奖的肯定 并以桃园流行音乐剧场 及原著名文化中心设计图 获得2020年 意大利The Plan Award 建筑杂志文化类建筑荣誉奖 桃园四发的生命纪念馆 它的需求是纳古塔 那我们希望打造这个空间 具有一个宁静 然后可以引进自然的光影的变化 让人到里面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机会沉淀沉思 然后重新获得一个力量 除了透过建筑参与城市的成长 也以实质的行动带给社会正面影响 由于我们本身自己是建筑师事务所 我先生非常希望在建筑业方面 能够做些什么 所以先生在台北科技大学 还有中原大学的建筑系 成立了陈章安建筑师事务所 清函助学奖助学金 随着人生的历练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扶植一些 有能力的人 也就相当于去创造 更多有能力的人 一起来辅佐这些 比较贫困或弱势的对象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善缘 藉由我们签这样子的一个给予 能够致起一个善循环 接受到这样子的人 他自己也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成为下一个 扶助学金 陈章安建筑师将现代美学 与节能永续实践在设计中 让建筑承载着 人们的欢笑声与光影的流动 成为城市中一幅美丽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